蓝牙已经落后了 华为的Neilink星闪踩实未来 速度快6倍 功耗低于60% 10倍的设备连接和超低延迟 跨越600米的范围 星闪将重新定义无线技术 星闪也知道 作为Sparklink和以前的GreenTooth 是短距离无线技术标准 由华为引领星闪联盟开发 9月22日联盟成立 2020年目标是制定 短距离无线通信新标准 截至2023年9月 该联盟已发展到 包括300多家企业和机构 包括汽车制造商 芯片和模块制造商 应用开发商 ICT公司和研究机构 星闪技术发展迅速 并专注于2021年底 星闪1.0标准已完成 建立核心端到端架构 这包括进链接入层 11月4日基础服务层和基础应用层 2022年Sparklink联盟 正式发布 Sparklink短距离无线通信标准1.0 其中涵盖了SLB的两种访问模式 他们揭幕了 Sparklink基本和SLE Sparklink低功耗版本 Sparklink推广白皮书 短距离无线通信 用于工业用途的 Sparklink 1.0技术 星闪的进步 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与传统的无线连接相比 华为的星闪拥有 几个显著优势 它的功耗只占60% 速度却提高了6倍 更高的速度 三十分之一的延迟 并支持十倍的网络连接数 这些改进解决了 长期困扰蓝牙的许多限制 和WiFi技术 星闪的扩展传输 范围特别值得注意 而蓝牙通常覆盖约10米 WiFi 6最远可达300米 星闪可以达到 惊人的600米的距离 这个加倍范围的拓展 为更大空间的无线连接 提供新的可能性 和户外环境 星闪传输速率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速度高达每秒900Mbps 它远远超过蓝牙 每秒50Mbps 甚至超越 WiFi 6的600Mbps每秒 这种高速能力时 大文件无缝传输 高质量的音频和视频 以及支持 数据密集型应用 也许是最重要的改进之一 与星闪的超低延迟 对比主流蓝牙 延迟约为15到30毫秒 WiFi延迟约为100毫秒 星闪实现 仅20微秒的惊人延迟 这意味着延迟减少了数百倍 甚至数千倍 实现近乎顺时的响应时间 用于各种应用 就可连接设备的数量而言 星闪同样很出色 同时连接的设备 它可以支持的技术 可以处理高达4096台 并且可以在一毫秒内 处理来自80个用户的数据 对比传统蓝牙 有着重大改进 蓝牙它通常支持 多达8台设备 WiFi最多可处理256个连接 在资料揭示 星闪技术细节中 表明了 它是一个复杂 且设计良好的系统 该技术结合了两种访问模式 Sparklink低能耗 SLE和Sparklink基础SLB模式 SLE专为需要低功耗的场景而设计 低延迟和高可靠性 比如无线耳机 鼠标和车钥匙 它提供高达12Mbps的数据传输速率 每秒支持250微秒的双向延迟 允许256位用户同时访问 功耗小于2毫安 另一方面 SLB专注于高速 高容量和高精度应用场景 比如视频传输 大文件共享 和精确定位 它提供高达1.2千兆位的数据传输速率 每秒支持20微秒的延迟 并允许496位用户同时访问 在物理层 星闪采用多种先进技术 它使用不同顺序的GFSK调制和PSK调制 物理层也包含前项误差 校正前项纠错 基于Polar代码 增强了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星闪采用的关键技术之一 是循环前缀 正交分频 复用循环前缀 AFTN波形 该技术解决了各种应用程序中的延迟问题 采用超短框架结构 以及一种灵活的食欲资源调度方案 这种方法减少了 传输延迟至约20微秒 对现有技术的重大改进 星闪也适用于Polar编码 采用混合自动重复请求 支持应用程序的方案 可靠性要求高 这对工业领域控制应用的闭环尤为关键 例如那些用于自动化装配线之类 其中可靠性要求至少为99.999% 星闪技术的结构体系 由三个主要层组成 物理层 数据链路层 和网络层 物理层负责 用于高频信号的发送和接收 数据链路层处理 数据打包和解包以及数据验证和纠错 网络层负责 用于数据路由和转发 确保该数据被正确传输到其预期目的地 华为已经开发了两个星闪模块H383U 还有H383S H383U模块尺寸仅有12毫米乘12毫米乘2.2毫米 并支持802.11NEX蓝牙协议 低功耗星闪和USB通讯接口 H383S模块稍大 为12.2毫米乘13毫米乘1.8毫米 支持相同的协议和相同的通信接口 两个模块都支持WiFi和Bi共存 而不是USB 星闪允许灵活集成到各种设备中 以鸿蒙操作系统为根基提供强大的万物互联 它可用于消费电子产品 智能家居 电动汽车与工业智能制造等领域 在智能手机电脑 汽车和其他设备方面 星闪可以为设备降低延迟和功耗 让覆盖面更广和更安全的用户连接技术 在汽车行业 星闪可实现高速 高容量 低延迟和高精度的连接 以及汽车和手机之间的交互 可以实现用户车钥匙和车载设备交互的功能 比如无线解锁 通过手机或车钥匙启动和停车 它们还可以访问导航 娱乐和安全功能 或用于智能行业车载设备的其他因 星闪技术 让工业机器人的传感器和控制器实现高速 高容量 低延迟和高可靠性连接的高效工作 通过手机或平板电脑 用户可以远程监控运行状态 和工业设备数据 该技术还支持设备之间的协作 如精确定位和测距提高产量 智能可穿戴领域的质量效率 星链技术 支持智能手表 智能手环 无线耳机等设备 使它们正常运行时实现低功耗 低延迟和高可靠性连接 不用担心 设备同步使用中 用户不能随意控制无线耳机播放音乐 接听电话 或是通过智能手表 执行不了其他功能等操作 它们还可以监控健康数据 比如心率和血压 通过智能手环 并同步 用于智能家居应用的手机数据 星闪技术可以实现智能灯泡 智能插座 智能空调 和其他家用设备实现低功耗 高可靠性和高精度控制 和管理 用户可以在家中远程控制各种设备 通过手机或语音辅助 实现智能生活场景 它们还可以实现设备 星闪技术联动 比如根据天气变化 从而自动调节室内温度和亮度 在游戏行业中 星闪的超低延迟 可以显着提升游戏体验 特别适用于多人游戏和VR AR游戏场景 该技术的高带宽和低延迟 非常适合虚拟和增强现实应用 潜在的增强沉浸感 并减少晕眩感 用于无线音频应用 星闪可以彻底改变设备的性能 比如耳机和扬声器 用户可以享受高质量的音频流 无中断和扩展范围 它们可以在周围移动 不用担心信号丢失 华为已经开始了 将星闪技术集成到其产品中 2023年8月29日推出 华为Mate60系列 是第一款搭载星闪的智能手机特色产品 随后是2023年11月25日的 FreeBuds Pro 3 和Pansel第三代 2023年12月14日 使用MatePad 13.2寸平板电脑 2024年4月18日发布的Pura70系列 还结合了星闪技术的发展 不是在2024年3月30日单独发生的 智能车联网产业 生态联盟 ICCE联盟 和星闪联盟 联合发布ICCE联盟 数字密钥系统第六部分 2024年国际会议期间的星闪系统要求 星闪联盟行业峰会 这些要求 由各方制定 包括华为比亚迪 长安 江淮仪器等 表示广泛的行业支持 和合作开发 和星闪技术的实施 当星闪比蓝牙和WiFi 具有显着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 其他公司也在开发先进的无线技术 例如 苹果推出了它的优异芯片 但是它使用超宽带UWB技术 据苹果内幕消息 UWB相对于蓝牙的主要优势 是高度准确的位置跟踪 而不是批量速度和延迟改进 星闪的发展 是更广泛的一部分 中国技术自力更生的趋势 华为面临美国限制 该公司一直致力于开发自己的技术 减少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 华为CEO徐承东 已经声明 公司不能太天真 不能相信全球化 使自己很容易受到美国施加的限制 星闪联盟目前主要由中国公司组成 在有限的国际参与下 所以说 不要被人卡脖子最好的方式 就是自研这条唯一的出路 感谢观看 下期见 别忘了点赞关注哦